一张价值3200万的彩票 靠着自己的本事飞进了军车的轮胎里 一路过关斩架 潜入到了炮菜国的军营里 最后被值一夜班的倒霉蛋铁柱捡到 哎呦我去 这小卡片 看来这周末是不用休息了 不料值班结束 铁柱才看见小卡片的背后是一串彩票号码 正巧电视里彩票正在开甲 第一个数字是39 第二个数字是36 看来我运气不错嘛 白白捡了5块钱 伴随着一个个彩票号码的确定 铁柱的脸色也越发难看 仔细一瞅 特么全重了 总奖金3200万 啥啊 就这个金额 看来这辈子我注定要躺平了 这年轻人 自打着玩起 铁柱就变得不太正常起来 吃饭时会突然笑起来 喝汤时又突然哭 队友们还以为 他是偷偷打了小卡片上的电话 被整成了精神分裂呢 没毛病 眼瞅着马上成普豪 铁柱担心自己把握不住 于是便开始摆起了书看 比如说这本 如何和穷人相处之道 还有这本 怎么伪装成一个穷人 臭妖脸 铁柱正看着高兴呢 突然一阵腰风吹过 顺便吹走了铁柱的财富自由 这泥马啊 彩票又是一路过关斩将 翻越铁丝网 直接飞往了对面的冷面国 降落在了正在休息的三炮旁边 草丛里 一名拉屎的士兵正愁没指 结果下一秒 这不就来了吗 可惜这纸太小 擦屁股只是杯水车薪 士兵捡起来一看 搞半天是一张彩票 没曾想回去后 队友一看便惊呼 你这是天降横财啊 这彩票特么中了三千二百万 只是可惜 这彩票中的是泡菜国那边的 总不可能跑过去对讲吧 而另一边 泡菜国的铁柱为了找回彩票 连夜冒死在边境挖了个狗洞 再根据彩票被吹走时的风速 结合高中学到的物理知识 计算出了彩票当时的落点 理论知识倒是充足 实际却根本找不到 就在他要发狂崩溃时 三炮突然站了起来 其实他早就蹲在这里了 手里还拿着那张 中了三千二百万的彩票 铁柱二话不说 跪下就开始喊祖宗 不过他喊的不是三炮 也不是那张彩票 而是管瑶峰叫祖宗 很显然 一点批用也没有 三炮捏得紧紧的 但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只要铁柱能够去把彩票兑现出来 就给他百分之十的奖金配送费 这尼玛 彩票明明就是我的好不 那你怎么证明呢 就在两人大吵大闹的时候 编防的警报响了 两人只好先撤 回去铁柱就被冲罢一顿 因为他挖狗洞的事 现在上级领导怀疑他是间谍 解释不清楚的话 就准备吃花生米吧 无奈之下 铁柱只好把彩票的事 讲给了队长听 我是你干坏 魏领导 那啥 我这边有个间谍在冒充神经病 别啊队长 你看我手机 手机里有我和彩他的合影 不就是一张彩票吗 谁还没买彩票中够奖 可是他有足足三千二百吧 真的吗 不说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一父一母的兄弟 兄弟有困难 定当全力帮助 对了那啥 拿回彩票了能不能帮哥一把 你知道的 自打你侄女出生 你嫂子就和我住在 两世一厅的小货屋里 每个月还有房贷车贷 不说了 哥还有我呢 我的喜欢数字识 毕竟十全十美也好听 臭不要脸 第二天 执勤的士兵们 在摆着奇怪的姿势 一会儿再伸手 一会儿又是撅屁股 见多识广的队长 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龙的国家的文字 一个大写的水字 很显然 冷面国那边的意思 就是想约我们 在有水的地方见面 当天晚上 铁柱带着队长还有小弟 一同去到了附近的下水道里 果不其然 三炮也带着他的队长在这 原来三炮在捡到彩票后 直接就上报给了领导 领导们商议后 决定大家一起领这个钱 于是才积极地安排了这次见面 这下好了 彩票还没兑换出来 分钱的人就已经有一堆了 不过铁柱他们早就猜到会是这样 于是他们表示 在炮菜国领奖需要缴纳高额的税费 想以此来多分一些钱 但没曾讲冷面国也做了准备 他们直接掏出投影仪 把炮菜国领奖的所有过程 全部用PPT给对方讲了一遍 第一回合的比拼平局 为了第二次谈判 能让冷面国顺利交出彩票 铁柱想到了一个办法 反正对讲必须在我们这边 不管对方提出什么条件 我们都先答应 事后反悔 给不给钱也是我们说了算 第二轮谈判开始 队长率先提夫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的话 那干脆弃三分吧 我们三 你们弃 冷面国领导一听有着好事 当即准备签字画压 不料领导递出彩票时 机智的三炮看到铁柱猥琐的笑容 一下就猜中了他们的诡计 所以说啊 关键场合叫你不要笑是有道理的 就在两边准备大打出手时 一个侦察兵提议 干脆两边各派一个人 知道对方军营 奖金也按照五五分最公平 等彩票对讲完 人质再回到各自的军营 反正两边以前也是一家人 不用担心说话听不懂 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 双方队长确认后 有铁柱和三炮互换身份 记录到对方军营 他把毛巾缠在食指上 然后朝着鞋吐了把口水 妈真笑啊 一双毛皮鞋 硬是被他擦成了亮皮的款 在接下来的任务中 一名士兵不幸踩中地雷 队友们纷纷后退等开席 只有三炮丝毫不带怕的 上去就虎头胡闹地开始拆地雷 别怕兄弟 这地雷是冷面国那边产的 这玩意儿我熟得很 虽然场面有些吓人 但在三炮的帮助下 这颗雷还是顺利地被排除 浩蔡国第一次出现 这样舍身排雷的人物 大领导决定亲自拜访他 同志啊 为啥你排雷那么厉害呢 也没啥 那些雷都是我埋的而已 不是啊领导 他的意思是 排雷就像他埋的一样熟练 经过此事 三炮获得了炮菜国终身荣誉奖 而铁柱那边呢 这小子被派到养殖场工作 在这里他偶遇了漂亮的翠花 自打这天起 他就陷入了爱情的漩涡 为了引起翠花的注意 他把养殖场布置成了五天的氛围 不料翠花没约到 反而把养殖场里的家禽都搞嗨起来了 一早醒来 鸡蛋都生了一个月的粮 鸭子更是腿都软了 碰巧今天遇到大领导检查 看到这副模样 还以为铁柱是畜牧神转世 非要把他送到农科院去 将经验推广到全国 于是就这么低 铁柱被赶鸭子上架 准备送往首都深造 但这剧本不对啊 我特么不是来当人质的吗 怎么就莫名其妙拿奖了呢 我不要我不要 幸好在军车出营时 被翠花给拦下 他假借拍摄序幕养殖影片流念为由 将铁柱留在了军营里 铁柱一连猛逼 咋滴了 你是突然爱上我了吗 我用一点的东西 原来翠花是三炮的亲妹们 知道两人互换身份 也知道三千二百万彩票的事 这才出手帮铁柱结尾 两个人因为此事 关系也变得更亲密起来 但翠花的领导呢 其实早就喜欢翠花了 因此对铁柱怀恨在心 他调出铁柱的资料查看 结果还真被他看出了疑点 铁柱喊到办公室 拿着枪枪就开始逼问起来 说吧小鳖三 你是哪里来的间谍 翠花瞅着这一幕 情急之下 领导 就让我来给你收拾这个间谍吧 说吧 秀花就开始暴打起了铁柱 然后在秀花一个后撤步的功夫下 领导成功被误伤打晕 感得漂亮 此时此刻 队长闻声赶来 他赶忙拨通了泡菜国那边的电话 希望对方赶紧把人换回来 看吧 电话你也听到了 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去对讲 选一个武器吧 不是吧队长 你这是啥意思啊 也没啥意思 咱们军营规定 只要生病就可以请两天病假外出 于是就这么低 太可怜了斯密达 穿着队长准备的特殊鸟笼 小弟抱着和彩票共存王的心态 踏上了兑换彩票的路 由于心理压力巨大 导致小弟只能不停地确定彩票还在不在 搞得车上的队友还以为他是个鸡佬呢 到了城里 地铁上就不一样了 一旁的姑娘以为碰上了电影里的痴汉 赶忙拍下来传到自己的朋友圈 结果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不巧的是 由于照片冲上了热搜 军营里领导通过调查 得知了彩票的事情 于是趁着小弟拿回奖金时 一个螳螂捕坛黄雀在后 当场抓住了众人 面对如此之多的奖金 领导秉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精神 决定干掉大家 独享三千二百万奖金 无奈他批话太多 讲话的时候 突然一只野猪闯入下水道 又意外地将马内看成了自己的猪仔子 于是野猪兽性大发 直接一个猪突猛进 把钱袋子顶飞了出去 领导健壮 一起干掉所有人 现在拿到钱才最重要 于是赶忙追了出去 可没想到野猪又意外跑进地雷区 马内全部被炸成灰 而追出去的领导 也被一枚地雷炸飞上了天 这下咋办啊 双方白毛活了那么久 一毛钱没得不说 现在回去还可能背上叛国队 就在众人要奔跪之时 灵前的小弟突然把手伸向裤裤 好家伙啊 原来钱袋子装不下 还有一半的钱被他换成了美刀 然后藏在了身上 虽然说看起来少 但全是美刀啊 最后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学好树立画 走遍天下都不怕 不然连踩头飞走了 就再也找不回了 好的 好 好 好 我好